接下来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主题叫做非线性规划 那我们之前讲的都属于线性 那什么叫线性呢? 基本上就是乘比例的Proportional 比如说我们这个投入X1 然后他的目标就是两倍 然后投入X3他的目标就是三倍 那你的限制式也是一样 投入多少就是可以相加 那这种叫乘比例的 那我们二到四章讲线性的规划 然后我们看第六章的时候 讲网路规划的时候 我们建立的数学模型 其实也是线性的 只不过在那个地方 它具备有网路的架构 比如我们要回家的路网 然后第八章跟第十章讲的整数规划 其实我们的限制式 也是考虑线性的 只不过我们的变数是整数的 这个是些微的差别 那什么叫非线性呢? 基本上就是不是乘比例的 不管是目标或者是限制式 比如说这个X1的平方 相乘 这个三角因素 指数对数 然后呢 X0的极大值 绝对值 那这种呢 不是乘比例的 就叫做非线性 只不过呢 有一些可以被转化成 线性 那非线性而言呢 它有不一样的性质 我们到后面会看到 所以呢 也就是说呢 如果是非线性的网路规划 或者是非线性的整数规划 那它的问题呢 就会更复杂 那这个呢 我们这门课当然 没有教那么多 这个要静待 这个研究所 更进一步的研究